我俩在一起已经快三年了 最开始的时候 他对我真的特别好 可是后来我发现 他这个人就是好吃懒做 我没有好吃懒做 我是一直在找工作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他总觉得我是不上进 其实不是这样的 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 天天就想着天上掉馅饼 从来没有脚踏实地地干过 三年能换好多工作 我其实特别地在乎他 他总是感觉不到 要不然也不可能付首付 我还直接他的名字 他还好意思说买房 还带款的钱 他都不知道整哪去了 就这么没有责任性 我还怎么跟他继续过呀 这一段情感 好像以女生的描述 是男生没有责任 背后究竟又藏着一些什么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冬24岁 来自黑龙江吴燕 女嘉宾小娜27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如果没听错的话 恋爱已经谈了三年了是吧 对 恰恰是你大他的这个年龄 三年你也大他三岁是吧 对 两位怎么认识的 是因为买手机充值卡认识的 这也能认识啊 对当时有微信嘛 然后他死追了我七个月 他在网上找我卖充值卡 然后我觉得挺好看的 就相逢的了 但是一直追的他也不同意 所以追了七个月 那女顾客在你那买卡 真得小心咯 那会儿为什么不同意呢 怎么又同意了呢 因为他追了七个月 我觉得这个人 比较有恒心 而且觉得这个人也挺好的 七十年才叫恒心吧 七个月就叫恒心啊 也行也行也行 这就这人挺好的是吧 对 这一弹下来发现呢 慢慢觉得这个人无可救药 好嘛 从挺好的到无可救药 这三年发生了一些什么呀 你这上面写无业啊 我这三年也不断地在工作呀 就是说可能换的工作多一点吧 三年干了八个工作 你好吃懒做不争业 而且一点没有伤尽心 一点不负责任 我每天上班那么辛苦 你天天就是要拿着手机 在家躺着玩手机 天天我晚上都是坐末班车回家 小距离又黑又长 我一个人有几次是流着眼泪回的家 一开门你还是在床上玩着手机 我也挺在乎你的 不在乎你 咱俩贷款一起买房子 我能写你名吗 其实我也想好工作 工作太累了嘛 你就是不想工作 今天腿疼 明天肚子疼 别人为什么腿不疼啊 你站一会儿腿就疼了 而且房子都有房贷钱 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每天去挣的钱 你拿回来 你把钱给我整没了 我还接到银行的预期电话 我当时不是我朋友说 借我这钱半个月之间也能还我 能多还我两钱吗 我今天借给他 现在多挣点 但是后来他不是没还我吗 你借之前跟我商量了吗 我现在这不多挣点 让你值得我能挣钱吗 这个钱是我辛辛苦苦挣的 你知道吗 你天天好吃懒做 你现在是吃我的喝我的 你知道吗 现在我的工资负责我自己的生活 和还这个房贷 我现在还得养着你 女生对男生挺不满意的是吧 太不满意了 你工作很辛苦 他什么都不做是吧 对 你是什么都不做吗 三年时间换了八份工作 这八份工作最长的一份做了 最长的做了四个多月 最短的呢 最短的一个星期 一天的也有 最短的还有一天的 作业室我在我舅舅的大工 那个是工地 做完经员 我俩那公司刚开始出的一项 我追他洗个月 我这干了半个月挺响的 所以说不干了 你能是想我吗 你是因为工地吃得不好 喝得也不好 又脏又累吧 是吗 那回到家以后 你给我找的工作 我不也去了吗 啥工作 洗车的工作 干了多久 洗车干了半个月 为啥不干了 老员工总欺负我 他们不干活让我干活 你干呗 你洗那车 你洗一遍 别人还得再给你洗一遍 你早上几点去 你晚上几点回来 总共也没玩几次 你总共上几天班 也没玩几次啊 你干嘛这样 他是不是干不就得了吧 总共没迟到几次 然后员工欺负我才不去的 别的工作你都不行 那你自己找一份 你自己喜欢的工作吧 我代理那个泡子机 不挺好吗 一直做到现在 你那代理泡子机 还干到现在 那代理泡子机 我给你交了多少代理费 机器我拿了多少台 都在家里堆着呢 我也除非跑业 我不是不跑啊 现在就是市场挺饱和的 那个小的商户不用 大商户人家都有了 所以说推销不那么好吗 干之前你想什么了 干之前你怎么跟我承诺的啊 谁谁谁 三个月一百八十万呢 你跟我怎么夸下这海口的啊 我一天上一天班 回来我还得帮着你干 你销售几台啊 一共十台 我销售就八台 这三年就这么一个 你怎么忍过来的呢 我觉得熊木还可以丢一